有鲁腺结结和甲状腺结结 同时又涉及到两家医院 同一位患者涉及到两家医院 涉及到甲状腺结结和鲁腺结结 这个是 女39岁 这是鲁腺 主要是左侧 这里是4A 然后呢 这个是甲状腺 是甲状腺对啊 甲状腺也是4A 然后呢换了间医院 换了间医院再去门诊 这是病例本对吧 甲状腺结结一年一半 紧不不适 然后这个是 关于甲状腺是确实有小结结 这个呢是 这个呢可可及 这是比较难得的 就是总算看到一位医生对甲状腺进行了处诊 包括下面乳腺也处诊了 那这个 这个呢 谢天谢地总算碰到有一位医生是这样做的 仅不可及 估计这个应该 即便是甲状腺需要手术 这个不是癌的这个事情啊 轻压痛 如先一解一解 这句话呢可以看得出应该讲是没啥事的 如果他有啥事 处诊发现有啥事 他一般会写的啊 质地啊 或者是活动度啊 大小啊 在什么部位啊 对吧 他就一带而过 关于甲状腺呢 他好像觉得有点事情 对吧 你看得出 然后处理意见呢 是 呃 鲁县石木把核磁共振 对吧 但是呢 甲状腺好像没做 然后做出来 最终做出来是这个 这个是木把吧 对吧 这个是木把 做出来没什么异类 对吧 然后是 核磁共振 所以 这个东西呢 呃 可以 我觉得 茶茶可以 不茶也可以 这个核磁共振 对吧 这个 这个增强呢 这个增强呢 稍微 啊 过了一些 嗯 嗯 对吧 但问题是他 呃 你一样要检查吗 你 对吧 一样要检查 你现在 从处者的 这个 从处者的角度呢 实际上 甲状腺是偏 就是偏重怀疑的 缺偏重有事的 那你一样要做检查吗 你一样乳腺要做木把 和核磁共振 那你甲状腺也做个操生啊 或者是做个CT啊 或者是核磁共振啊 也可以啊 对啊 他没做 而是直接下话里建议甲状腺住院开道 对吧 呃 但是呢 就是说 呃 我是说从 但是呢 就是说处诊 马上就可以决定是不是做手术 这是可以的 好吧 这是没必要 是不一定需要再做超身 或者其他 呃 影像学院检查的 甲状腺 好吧 这是可以的 但是从这个描述看 那这个从描述看呢 好像是不是 再也给加一个检查 而且呢 你乳腺一样要影像性检查嘛 你甲状腺再做一个影像性检查 所以呢 我的建议呢 就是来问 就是是不是甲状腺要开刀 呃 医生已经建议甲状腺要住院了 我觉得是可以的 那 他处诊了 然后他决定 要求患者住院开刀 建议患者住院开刀 我认为是可以的 或者你 谨慎一点的话 也不是个难事 你再找一家大医院 啊 做个CT啊 和自公证啊 甲状腺 或者是做一个 啊 B超嘛 前面家也做过 对吧 你可以做个CT啊 和自公证 对吧 看一下 他不是说触及了这个零八戒吗 但是 第一家约的B超的甲状腺 没有涉及到 零八戒的什么事 对吧 可以看一下 对吧 或者你也可以直接 接受这个医生的建议 做手术 我觉得是可以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 感谢观看